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首长的光头麦克苏 上期节目我们盘点了一下 新版本里那些高销刃的战灰 我个人特别推荐 韦哉卡利亚和冰枪 那么这期节目 我就来和大家盘点一下 当前版本那些高销刃的武器 和之前的视频不同 虽然这一期我们将介绍八件武器 但是强烈推荐的 只有四把 另外四把要视情况而定 并且盘点销刃更多是为了 帮到新手玩家 希望各位能喜欢 老规矩先说结论 在1.04里 我强烈推荐四把高销刃的武器 分别是老婆大剑 超薄护翼 大棒锤和雪人销 而推荐各位尝试的 四把高销刃武器 分别是鲜血旋流 熔岩刀 卸毒圣剑 和月影 像王寺大剑这种 虽然战技很帅 但是基本上没有销轮能力的 不在推荐范围之内 并且我也没有觉得 王寺大剑在这个版本里很好用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 强烈推荐的理由吧 老婆大剑 俗称暗月大剑 相比亚多拉的月光剑 在这个版本里面被削弱 老婆大剑反而减少了FP的消耗 加快了动作并提高了冷冻继续值 可谓是全面的提升 本来老婆大剑销韧就很高 大剑的模型吃所有的寒冷加成 最佳搭配当然是穿老婆套装 并提前放拉尼的暗月提高寒冷属性的伤害 不用追求近身的处决 最实用的做法就是远程丢剑气 近身就跳P然后拉开距离 即便是最硬的精英怪之一 最新承受也可以三下倒立 消任人力非常的出色 攻击力也不熟 只要你不是九字战士 都应该尝试使用这把剑来推图 要获得这把剑 那也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推完拉尼的支线 戴上戒指后对话再回来就可以捡到了 艾斯提的薄翼 之前特别冷门的一把武器 我曾做过一些视频专门介绍它 并在多个刷装备的视频中演示其用法 但看起来使用的人还是不多 在新版本里 它得到了最实用的加强 也就是缩短了前摇跟后摇 比以前更加的好用了 本来就消任人力超强 除了战技帅 重击也是亮的一批 且实用 一般战技打完 用重击来补刀是常规操作 最关键的是 它的战技是范围的多段伤害 不仅消任高 还带有不错的击导值 大多数时候可以打得敌人无法行动 基本上没有怪物可以抵抗 虽然看起来释放战技要和敌人近身 但是因为释放速度快 可以打一下就走 所以安全系统特别的高 要获得这把武器 需要推进拉尼的支线 到安塞尔河主流的这张地图 穿过蚂蚁洞 即可以在石梁上拿到 再次推荐 轻受半饿 也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把 带勾勾的大棒锤 在新版本里 虽然没有被加强 但也没有被削弱 仍然是一把T0级的销刃力气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战技距离远 不受地形限制 且是重力魔法 拿来打什么结晶人呀 乌鸦呀 不要太爽 虽然在高周末上还有点乏力 但是一二周末里 平推所有的地图和boss 完全没有问题 并且它还是巨型武器 即使不用战技 也可以当做普通的武器来使用 拿这么个大棒锤 给boss做按摩不爽吗 要获得这把武器也很简单 在火山的第九休息战 打掉最新承受即可 即使这次没有加强 也强烈推荐 众识者的藏笛子 好用 前提是你刷得到 同样在新版本中 并没有被加强 也没有被削弱 泡泡的销韧能力 依然是顶尖的 在boss战中 只要你可以吹出来 基本上就赢了 每一个泡泡都有销韧的能力 所以打在boss身上的泡泡越多 销韧能力就越强 这也是为什么雪人销最适合用来打大型敌人的原因 加上泡泡飞的距离很远 在有小弟吸引仇恨的情况下 远远地吹就好了 如果没有小弟 那么要注意不要顶着boss吹 因为前摇还是有点长的 即便不吹泡泡 双持它 你也算是个拿了两把黄金锤子的近战 悄悄小怪完全不成问题 选择在王城刷或者圣速刷都可以 调律是玄学 别太纠结 以上四把武器排名不分先后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 我强烈推荐各位尝试 安全且推涂高效 接下来的四把武器 销韧能力倒是不错 但是总有这样或者那样一些不足 拿来推涂总还是有点不爽 所以只能算是建议尝试 鲜血悬流 速通经常用到 属于出血流 可以瞬间打出大量的伤害 默认战机有点滑而不迟 但配合战吼这个战机 就有很不错的销韧能力 战吼一般在斧子上就有 比如高地斧 或者恶罩之子掉的歪头斧都可以 把斧头放在右手 好玩战机后 双手持鲜血悬流 他的重攻击就会变成多段突进攻击 每一段伤害都有销韧 大部分敌人一套就倒 但是这个组合有三个明显的缺点 第一就是战吼的持续时间短 一般使用两次突进后 就消失了 又得上一次 第二个是突进是打直线 要至少打三到四段伤害才能处决 这样的话 其实很难打中那些比较灵活的敌人 对于巨人或者石像鬼 这些就很难打中 第三就是体力消耗巨大 打完一套 连处决都得再等等 恢复体力后才行 这样导致容错性非常的差 所以只适合部分场景 属于好用的时候特别好用 不好用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 要获得鲜血悬流 需要来到亚潭高原的如雪废墟 打一个精英怪后获得 最近的跑法是从火山的罪人桥 这个传统点往回跑 熔岩刀 Posa说的熔岩本身是个摆设 但是战绩如果近身打到敌人 销论能力还是不错的 无论是龙还是巨人还是恶兆之子 一般三下即可倒地 论销论能力 不输于老婆剑 但是缺点也非常的明显 首先是要近身 近身就危险呀 其次是战绩伤害不高 不过这一点可以用出血跳展来弥补 副手拿一把带切副的波斯取剑 可以在打出处决后 用跳展出血打出高额的伤害 但是这么做似乎有一点 脱了裤子放屁的这种感觉 如果用来打小怪 一周目推图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打Boss或者更高的周目 我建议慎重 获取方法我至少做过三个视频介绍了 这里放出其中一个 供各位参考吧 亵渎圣剑 用拉卡德的锥翼换来的强力武器 吸血 这个应该算是全游戏独一份的能力了吧 更何况他还能直线远距离消刃 应该说是有资格进入T0级的武器的 不过在实际推图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他的战技前摇时间还是太长 没有霸体 面对行动稍快一点的敌人 很难放出战技来 同时因为战技是直线攻击 很容易被读指令 与老婆剑的剑气相比 范围又小了一截 仅这两点就已经限制了很多出场机会 但是我仍然建议信仰流 可以把这把武器作为常驻武器 它肯定比狩猎神起大剑要好用得多 吸血能力也是强的一匹 所以我还是给他推荐的评级 最后一把 老牌神器 明刀月影 熟悉而要陌生的名字 一代版本一代神呀 自从上个版本被削弱以后 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他了 但是在这里 我还是要向新人玩家推荐 月影在目前的版本里 消任人力仍然不俗 同时他的巨核斩出手速度快 攻击距离远 副手再拿一把切副触血长牙 还可以玩出血流 游戏前期 既可以很容易的逃课获得 死乃前中期自立行进战武器首选 虽然在后面攻击力慢慢开始乏力 不过在雪山之前还是完全够用的 甚至打完一周末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选择消任就是选择安全 否则应该选择高爆发 秒天秒地 而月影的特点就是推土安全 上手无难度 对新手特别的友好 在开局后不久就可以拿了陨石杖 然后去盖尔坑道 就可以获得这把老牌神器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 希望为大家推荐的八件 刀削刃的武器 有你喜欢的吗 我个人最喜欢超薄护翼 对月影是最有感情的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推荐 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麻烦您点赞关注和评论 我是手传的光头麦克苏 我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 谢谢 手传档做视频不易 感谢一键三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